你见过两块钱一碗的公寓吗 这里是四川省八中市通江县城 一群农民工模样的人坐在街头 身下是大大的喇叭型碑楼 他们在等雇主上门随时准备出卖体力 他们都是两原公寓的居民 而这个公寓也是针对他们开办的 人们都叫它贝尔哥公寓 贝尔哥是一群和重庆棒棒齐名的群体 他们大多来自山区农村 好帮人搬运货物谋生 在地势险峻道路不上的大巴山区 人们运送东西习惯以碑为主 贝尔哥也曾是个相当庞大的劳动群体 前百年来 从西南地区进入中原的无资运输 大都是靠他们完成的 可以说在以人力处理运输为主的时代 贝尔哥们承担着物流畅通的重任 只是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 贝尔哥们已经越来越少 只有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里 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些人基本都是农民 农钱时才选择进城赚点外快 所以为了省钱 他们晚上都会露出街头 往贝斗里一钻 就是一宿 为了改善贝尔哥们的境况 2000年至2014年间 政府在巴中市三县两区 发起了扶持贝尔哥公寓建设 起初 每人每晚的住宿费只要一元 现在涨到了两元 但这也几乎是 世界公寓史上最便宜的 通江这座贝尔哥公寓 能同时容纳六七十人 因为价格低廉 里面的环境自然也很一般 狭窄的上下铺 一个挨着一个 走廊里 只有一台电视格工娱乐 不过这对贝尔哥们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公寓管理者老颜 是县供销社的一名员工 他和妻子一起勘管这里 还为贝尔哥们做饭 每人每顿只要七元 这跟外面相比 算是实惠的 50岁的老颜和老邱 是公寓里的老租客了 但他们并不是年纪最大的 62岁的老相才是 40岁在贝尔哥群体中 都算年轻 凌晨五点 老旧和老相早早来到街头 等一位雇主 接他们到山里干活 这家人准备在门口 修个鱼塘 需要一遍遍用坑里的沙土 俩人要干不止一天 除了包吃之外 他们每天的工资 是150元 这个收入 在县城里都始于中上了 头发半白的老相 珍惜每一个干活机会 因为他的老爸和儿子都生病了 他必须全力养家 不仅如此 每隔一段时间 老相还要回家一次 照看两个病号 他家在离城30公里远的深山 原本生活也算富足 还盖了崭新的小楼房 和老爸和儿子相继患病 让这个家一夜返贫 屋里没钱装修 妻子觉得脱雷的丈夫 曾经一度想要自杀 幸亏老相及时制止 他说日子苦点 但总归还能过得下去 以后就算干不动背货的活计 也能种地虎口 反正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以后我没想到将来 关他的 干净人一生就什么为师 生了病死 再次离家前 老相给家里背了一大捆柴火 在崎岖的山路中 他沟楼的身影 几乎要被木柴淹没 32岁的大娃子 是公寓里最年轻的贝尔哥 他是这两年 才开始干这行的 以前 大娃子在家种地 攒不下钱 后来去外省打工 工钱却被包工头卷跑了 回到同江后 身无分文的他 索性当起了贝尔哥 虽然辛苦 但平均每月 能拿个三千块 工钱拖欠之时 也很少发生 大娃子 是公寓管理者老颜的侄子 最近 老颜正劝他 赶紧成家结婚 大娃子前段时间 刚谈了个女友 对方是现成的 家境比他殷实很多 但却是个 唐氏综合症患者 这让大娃子 十分犹豫 而且他觉得 女友还有些 嫌惜自己穷 所以他也不想 上杆子贴着 不过考虑到 将来的发展 和后代的命运 这段恋情 大概率会持续下去 足够老颜 是个光棍 五十岁也没结过婚 他的右腿 从小还有骨髓炎 其实并不适合 干这行 但由于他为人忠厚 不少老客户 都愿意找他借货 老颜也乐意 把货分败 给同行们一起干 以前 老颜还尝试过 做小生意 并且赚到了些钱 可后来 他遇到了一个女人 那女人花光 他的所有积蓄后 就和他分手了 而他失望的女儿 也因此是 一气之下 去了江苏打工 从此再没回过家 现在 公寓已经成了 老颜唯一的去处 最近 老颜经常感到腿疼 去医院一看 却被告知 需要节制 老颜自恃不愿 他宁可一直疼着 将就着 不然一个残疾的瘸子 更是没法生活 女儿得知这一情况 打来了五百块钱 虽然不多 但老颜知道 女儿的日子 也不好过 已经当了妈妈的他 刚得知丈夫 有严重的赌博恶习 现在夫妻俩 还在闹分局 和老颜同岁的老邱 日子也不好过 不是单身 胜死单身 因为这些年 一直在现成干活 老婆在家 有了外遇 还想跟他离婚 不让他进家门 最近 妻子提出的离婚诉讼 被驳回了 可对方还是不让他回家 甚至继续 跟外面的男人来往 这样老邱 无比生气 他在公寓里的 简陋突出室里 翻出了一本法律书籍 试图找到反击方法 但因为没什么文化 他越看那些专业文字 越生气 这个危险的想法一出 瞬间遭到室友们的 一片反对 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 让他不要冲动 也从自己身上 找找原因 终于 老邱逐渐平静下来 独处时 产生的过激情绪 在集体生活中 顺利地化解了 当然 集体生活 也少不了矛盾 这点晚上 一个雇主上门 找两人干活 贡献25元 老乡和一个同伙 自告奋勇 正准备出门时 另一个贝尔哥老杨 却突然插了进来 他话不说 就抢走了其中一个名额 这样大伙 都心生不满 当年工作完回来后 没有一人和老杨打招呼 老杨的老婆 三年前跟别的男人走了 至今毫无音讯 现在 他要独自抚养 念初中的儿子 所以也是经常来回奔波 由于公寓 建在城西 贝尔哥们 基本都在西边桥头等生意 45岁的小巷 是个特例 他每天都步行半小时 去城东菜市场找活干 有时忙得晚 就在市场二楼的 郭道尽头睡一觉 这里冬冷下涉 蚊虫也多 和露宿没什么差别 以前 城东其实也有一家 贝尔哥公寓 但后来却倒闭了 贝尔哥公寓 其实都是亏本运转的 政府每年都要拨款补贴 还林者老爷的收入 就是大伙的住宿费 淡季时每月就一千块 为此 夫妻俩又开了个早点摊 增加营收 老颜有一儿一女 都已大学毕业 可前不久 他刚借了七万块 给乐山工作的儿子 付了房子首付 所以生活并不轻松 不过跟小巷相比 老颜的日子算是很好了 小巷家在平原的山村 家里破破烂烂 四面露锋 三个孩子也脏兮兮的 他的妻子精神有些问题 总是毫无理由地打孩子 这让小巷越发烦躁 他最大的心愿 是让儿子好好念书 但儿子的成绩 也一直不理想 这个家 仿佛看不到一点希望 现在 贝尔哥们主要是 给建筑工地干活 可这两年 通江县的楼盘 持续性低迷 大家的活迹 也随之减少 贝尔哥们正在老去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 也更倾向于 去城市打拼 整个巴仲地区的 贝尔哥队伍日益缩小 面临着老龄和段子的可能 到那时 这群人将何去何从 贝尔哥公寓 又是否还会存在呢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一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